民间故事 高阴壮 清朝雍正年间一个小县城 住着一家三口 附近李来福是个大耕的 母亲杨氏在刘园外家做事 家中只有李世如一个儿子 结一缩时让他读书 希望他考取功领光宗耀祖 李世如聪慧好学 才高八斗 学富五车 十五岁便考取秀才 不过他到了二十二岁还未中举 因为家里穷尚未娶妻 但是他心中有一位只见一面 不知姓名的貌美女子 那年冬天 刚下过一场雪 李来福感染风寒 病得不轻 李世如懂事孝顺 以前没少跟父亲一起去打羹 李世如想替父亲打羹 他的这个想法 直接改变了自己命运的轨迹 李来福说 打羹虽然是小事 但是也很重要 你虽然在小时候 还有雨雪天气 陪我打过羹 但现在你是秀才 要注意身份 被你的同窗好友知道 肯定会被笑话 李世如说 百善笑为先 父亲染病 我替父亲做事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爹 你吃过药就好好歇着 还是替你去打羹 老两口味 有个这么孝顺的儿子感到高兴 李世如走着走着 进入了一个巷子 忽然听到 有两个人在小声说话 这深更半夜的天气寒冷 不在家睡觉 跑到巷子里说什么话 其中一个人说道 牛哥今晚抓的是罪鬼 但是明天晚上抓的那位 好像不太对 留员外为人和蔼 乐善好施 信下只有一个女儿 为啥上面让我们抓她呢 另一个人说道 马哥 俗话说 阎王让你三更死 谁敢留你到五更 上面的意思 谁知道呢 只要不抓错 就万事大吉 管那么多干嘛 马哥又说道 牛哥 话不能这么说 好歹我们应该知道些缘由 不然我们抓到人 他要是问起来了 我们啥都不知道 显得我们身份太卑微不适 牛哥说 马哥 也对 我听出这流园外祖上造孽 被人告了 阎王判得祸及后代 到时候他要问 就说 让他去问他祖先去 不就得了 马哥说 还是你知道的 比我多呀 看来你人品好 消息来源多 以后我要多跟你学习 一会抓完醉鬼 我请你喝几杯暖暖身子 你再透露点消息给我 书生听得目瞪口呆 他虽然不相信鬼神 但是还是很害怕 赶紧悄悄地走出了巷子 去别处打羹 天亮后 回家躺进被窝补脚 不多时 李诗如就被母亲给叫醒说 儿啊 你快起来 你儿时玩伴的死了 你还是去吊咽一下吧 李诗如实的玩伴 家里比自己家富足 对自己也很好 小时候没少给自己拿好吃的 他自己舍不得吃 还带回来孝敬爹娘 后来时玩伴没有考取秀才 跟父亲做生意 据说生意做得不错 上次赶考 还借记过自己盘缠 怎么突然就死了呢 央视说 哎 我问过了 说是做生意时 被别人骗得血本无归 借酒消愁 结果身上仅有的一点碎银 还被人抢了 人也被打晕 冻死在街上了 李诗如赶紧起身穿上衣服 拿着母亲准备好的碎银 去调研朋友 安慰他的父母 去的时候走得匆忙没注意 回来的时候 经过昨晚那条巷子 李诗如心里咯噔一下 想起听到的对话 不得不相信 那两个说话的可能是牛头马面 他们说抓的最鬼就是自己朋友 而今晚就要轮到 留园外家唯一的小姐阿珠 他没见过阿珠 但他经常听母亲提起 就在昨天他还说 阿珠美若天仙 知书达理 心地善良 逢年过节的 还特地送我些东西 你爹这次感染风寒 他不仅准了 嫁让我陪你爹 还特地准备了 要让我带回来 你要是能娶到他就好了 不过你要加油 好好读书 想到这里 他飞奔回家问母亲 娘 阿珠姑娘最近生病了吗 杨氏说 你这孩子 阿珠这么好的姑娘 你诅咒人家干嘛 前天我在他府上做事 还见他挺好的呢 李氏如赶紧把昨晚听到的话 说了一遍 杨氏一听 大惊失色 因为儿子朋友的事情 已经应验了 他急得直搓手 一直说 地府的事情 我们也管不着啊 这时 李来福在床上说道 我打更这么多年 虽然没遇到过 但听人说起过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你们还站着干嘛 赶紧去刘府送信 或许有破解的办法 杨氏赶紧带着儿子 去了刘府 刘府的仆人 看到是杨氏带着儿子过来 也没阻拦 母子二人 直接去见了刘元外 告诉了事情 刘元外大怒 杨氏 我待你不薄 阿珠对你就像亲人 你们竟然说 他今晚要死 莫非 你儿子看上我家阿珠 合伙骗我们 博取好感吧 我跟你们说 绝无可能 李氏如连忙 恳请刘元外 让下人退下 有话单独说 刘元外知道 李氏如是个读书人 人品不错 就答应了 让其他人都下去 杨氏也走了出去 李氏如说 刘老爷 有件事情 我没和我母亲 还有你说 事关你家的隐私 事到如今 我不得不说 我听到有人说 你祖上造孽 在地府被告了 祸及后代 刘元外一听 大为震惊 祖上造孽之说 他心里清楚 因为他爷爷和父亲 都和自己提起过 家中除了他自己 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刘元外有一个妻子 三个妾室 可他们不是流产 就是孩子夭折 如今家里只有阿珠 这一个女儿 她要是有个什么闪失 自己可怎么活 想到这里 刘元外泪如雨下 说道 这可如何是好啊 地府的事情 非我所能阻止的呀 若是盗贼 我可以增加护院 或者逃走 可是地府来拿人 谁能挡得住 李诗如想了想说 刘老爷 可以告诉我 你祖上 到底是做错了 什么事情 我好替你想办法呀 刘元外摇了摇头说 不行啊 我爷爷 父亲先事前 都拉着我对天发誓 不能对任何人说 他们还嘱咐 我从今往后 要行善积德 多做善事 我不能违背誓言 和祖训啊 李诗如又想了想说 既然如此 我就不勉强了 要不这样吧 晚上安排府上 点上灯火 我在小姐门前守护 还有 既然我能听到对话 说不定 我能跟他们 替小姐求情 刘元外一听 连忙握住 李诗如的手说 先指 这样最好了 只是委屈你了呀 如果我家 阿珠能够逃过此劫 你就是我刘家的恩人 我必当中邪 刘元外拿了礼物 安排人送走杨氏 杨氏见儿子 留在刘府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但是想到 刘元外和阿珠 对自己那么好 也就没说什么 还默默地 给儿子和阿珠祈福 当晚 刘府灯火通明 除了刘元外 和李诗如 没人知道 是怎么回事 而更天已过 忽然 刘府的灯 全部熄灭 刘元外 一直陪着李诗如 守在门外 可他忽然睡着了 偌大的刘府 只有李诗如 一个人醒着 他不由得胆颤心惊 但是想到 如果能救人一命 觉得一切都值得 忽然牛头马面 飘了过来 他们仿佛没看到自己 想拦却拦不住 眼看牛头马面 要进阿珠的闺房 他们是直接 穿墙而过 可是李诗如着急 以为自己也可以 也跟在后面 猛冲了过去 结果当场毕命 李诗如的魂魄 进了阿珠的闺房 牛头马面 一看吓坏了 牛头说 马哥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抓阿珠 这不是秀才李诗如吗 名册上没他的名字 他来凑什么热闹 李诗如赶紧上前说话 二位差爷 莫非我死了 这样也好 我说话 你们能听得见吗 牛头马面点了点头 马面说 你当然死了 刚才咣当一声 吓着我们了 你跑来干嘛 名册上没你的名字 你别来凑热闹 想必你只是晕死过去 还会活的 李诗如连忙求情 诉说 刘元外和阿珠的种种善举 牛头说 你说的这些 我们都知道 可是没用啊 我们是奉命行事 别耽误了时辰 李诗如苦苦哀求着说 二位差爷 昨晚我听你们对话 说阿珠祖上有孽债 别人告了 我想替阿珠的祖上辩解 又或者化解原告和他祖上的恩怨 牛头马面 犹豫了一下 马面说 那也不行啊 等我们 抓了阿珠再说 李诗如见自己拦不住 心情沮丧 忍不住 看了一眼阿珠 不看则已 看后 十分震惊 因为他曾经见过阿珠 而且念念不忘 只是念念不忘的是阿珠 那年清明 当地稀俗 女子都可以离开闺房出去踏青 而男子得已有机会 易度闺中女子的方冬 说不定有机会 密得良远 李诗如的同窗 就约他一起前去 李诗如说自己家境贫寒 就不去凑热闹了 即使是看上了谁家小姐 也只能徒增烦恼 因为对方是不会嫁给一个穷书生的 所以李诗如没去 但是春光明媚 作为读书人 自然要出去走走 他想着别人都去郊外踏青 他便拿了一本书 一个人去街市上走走 街市上人确实不多 他边走边看看书 默念书中的词句 忽然一个马车冲了过来 马好像受了惊 马付一个劲地喊让开 让开 可是李诗如正想着书中的词句入神 根本没听到 等马车冲到跟前 他反应过来 已经来不及躲避了 就在千军一发时刻 一个白衣女子 不知道从哪里飘了过来 从背后搂着他避开了马车 李诗如只看了一眼 白衣女子就快步走了 忽然他又回头 红着脸冲着自己 奄然一笑 说了一句 公子 勤奋好学是好事 但也要注意安全 李诗如又惊又喜 等他反应过来 女子已经不见了踪影 从此女子的容貌 深深地刻在脑海中 挥之不去 而现在 躺在床上的就是那位女子 也就是阿珠 李诗如本来就打算救阿珠 加上他对自己有救命之恩 李诗如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一只手一个 拼命地拉着牛头马面 希望延误时辰 而他们怕受罚奋力挣脱 眼看就要挣脱时 忽然屋里飘了一位夜叉 牛头马面见到之后 停止挣脱 赶紧行礼 问大人为何来比 夜叉没有理他们 而是跟李诗如行礼 说道 闻取兴君 王爷有请 牛头马面 不要拿阿珠 速速跟我们回去 李诗如当时就猛了 但是见阿珠没事了 也就放心了 跟随夜叉 还有牛头马面 飘向夜空 不多时来到一座大殿 殿中被称为阎王爷的人 过来拉着李诗如的手说 闻取兴君 别来无恙 听闻你转世人间 阳寿未知 为何来此啊 李诗如倒是在书中 看到过阎王爷 和闻取兴君的描述 比如包拯 钟馗 虽然在他的脑海里 从来没有自己是 闻取兴君的印象 但是大家都这么说 为了阿珠 他认了 因为不把阿珠祖上的事情弄清楚 阿珠还是会被抓来地附 李诗如芒说道 王爷客气了 此次前来 是为了阿珠姑娘的事 刘元外和阿珠在阳间行善积德 乐善好施 而且阿珠对我有救命之恩 还是王爷给我个薄面 让我了解此事 从中斡旋 阎王爷说 我当何事呢 阿珠的曾祖父生前是个秀才 后来家道中落 落魄的他被妻子羞辱 出去散心 被山匪抓住 北壁无奈 做了山匪的师爷 后来被官府抓到 暗律当战 当时的和县令西才 念他事出有因 感冒风险 悄悄地放了秀才 不仅如此 和县令资助他钱财 让他专心苦读 还修书一封 把他推荐给自己的老师 而何县令因为放秀才的事情 被告发 丢了官职 回乡养老 秀才中了进士后 被委认为县令 姑且叫他刘县令 刚好是何县令认职的地方 刘县令起初感念 何县令救命之恩 背了礼物去看望何县令 还说有机会 一定替何县令上奏折 让他官府原职 可是后来 刘县令听了妻子的谗言 说何县令知道他的过去 万一他说出刘县令 做过山匪的经理 那就前途尽回 说不定还会人头落地 牵连家人 于是 刘县令就请高手 暗中杀害何县令 及其家人 何县令为官轻正 他对家中一个仆人 有救命之恩 那个仆人是个武林高手 那晚他听到动静 誓死保护何县令 怎奈寡不敌众 可怜的何县令和他夫人 还有两儿一女都遇害 何县令临死前求仆人 务必要保护好 自己强保中的龙凤胎 救出去后 隐姓埋名好好活下去 仆人本想和主人同死 但为了主人的后人 他只好答应 何县令和夫人来到地府 就把刘县令告了 我觉得刘县令 是恩将仇保之恶毒小人 就盼他祸及后代 断子绝孙 但是刘县令的父亲 已经出生 杨寿无法更改 但他没有后人 刘县外是刘县令族人的子嗣 郭吉来的 阿猪生下来就体弱多病 刘县外担心阿猪也活不久 就将他送到道观 让道姑照顾 还学了一身无意 不过按律也活不过十八岁 李世如明白了 为什么阿猪能救自己 他叹了口气说 这刘县令确实可恶 那他家后来怎么样了 阎王爷说 刘县令得知和县令的情况后 有些后悔 但他的把柄 也死死地握在妻子手中 被他呼来和去 肆无忌惮 毫无尊重 他害怕妻子告密 于是悄悄地毒死了他妻子 而何县令的仆人 救走主人的儿女 让他们隐姓埋名 并安置好后 需替何县令报仇 当时刘县令已经升任知府 因为心中有鬼 在身边安排了高手保护 仆人被抓后毙命 仆人虽然没有得手 但是刘知府受了重伤 加上惊吓 没多久就去世了 现在还在地狱中 李世如说道 他是罪有应得 那么和县令和夫人 有没有投胎转世 俗话说祸不及妻儿 而且阿猪秉性善良 大捧失周 失衣赠药 周即穷人 我想替阿猪求情 阎王爷说 何县令不愿意投胎为人 我念他为人正派 刚正不阿 又有学问 安排他在地府当差 他的夫人与他感情深厚 在地府相陪 我这就差人把他们请来 何县令和夫人来了之后 阎王爷说明了情况 李世如连忙说道 何大人 夫人有礼了 你家当年惨遭恨祸 当时人已经不得善终 阿猪是他第四代的人 还请你撤回诉状 何县令说 哎 当年刘县令杀我妻儿 伤我性命 他的后人跟着遭殃 我们也于心不忍 既然你替他求情 但是 我有两个条件 你必须答应 否则我不撤诉 李世如 让何县令 但说无妨 何县令说 第一 你心地善良 有情有义 闻取心转世 前途无量 我想你入赘刘家 你不用改名唤姓 将来你的一个儿子姓刘 从此刘家更新成你的后人 我也就没理由怨恨刘家了 第二 我那双可怜的儿女 更名唤姓 我这一脉相当于断绝 他们虽然已经不在人世 但后人还在 过得困苦 希望你能够找到他们 认祖归宗 相助他们 李世如说 第一个条件 我只能去提亲事实 但我不敢保证 第二个条件 我可以答应你 只是我一届书生 寻找你的后人 恐怕需要些时日 阎王爷笑了笑说 既然如此 寻找何县令后人之事 对你很难 对我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这就差人 把他们名册拿给你看看 你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定会记住 李世如办完这件事之后 阎王爷亲自送他还阳 再说这阳间 李世如父亲李来复 和母亲阳氏 见他在刘府毕命 哭得肝肠寸断 将他放入官国中 停放三日 就要定官启程去下葬 刘园外见阿珠 完好无损 知道是李世如 救了自己的女儿 他在灵堂守了三天三夜 李世如醒来后 发现自己躺在黑暗处 外面哭声一片 他赶紧拍打官国 口中呼救 喊道 爹 娘 孩儿没死 赶紧放我出来吧 声音传出 除了李来复和杨氏 其他人都吓得跑了出去 李来复赶紧打开官国 杨氏过去紧紧抱着 坐起来的儿子李世如 喜记而起 哭把多时 李世如赶紧去找刘元外 因为阿珠的命上未得到保全 而刘元外在外面听到里面的对话 确认李世如真的活了之后 内心充满了怀疑 他觉得这也许是杨氏和李世如请了高人 合伙演习骗自己 不过他也怕是自己误会了李世如 所以他主动来到屋里 他说 贤旨 我已经兑现了承诺 给你家送来了白银五百两 而且你的后事 都是我出现操办的 既然你回来了 从此我们互不相欠 两清 李世如盲说道 刘老爷 清不了啊 刘元外没好气地说 什么清不了 难不成 你和杨氏真的请了高人 合伙骗我 想娶我的女儿不成 李世如被这么反问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就说道 你说得对 哎 不对 我是要娶你的女儿 但不是骗你 你听我慢慢讲来 刘元外大笑道 我知道你才高八斗 学富五车 能说会道 可是我不上当 我不听 我这就恢复 看我女儿阿珠去 李世如看刘元外 大不留心往外走 那么多事情 他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 他灵机一动 说道 山匪恩将仇报 阿珠命在旦夕 刘元外听了这句话 惊出一身冷汗 这个世上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他祖父临终前 对父亲和他说过此事 并说天理昭昭 报应不爽 你以后要行善积德呀 刘元外赶紧进屋 拉着李世如去屋里说话 李世如把地府的经过说了一遍 刘元外想到李世如闻取星转世 将来前途无量 如果能入赘自己家 那可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不过他叹了口气说道 哎 难怪我一期三妾 平时行善积德 好事做了那么多 只剩下阿珠一个子女 负债自偿 祖宗的事情 我这个后辈理当偿还 寻找和谐令后人认祖归宗的事情 你回头给我名单 我来办 就算是行善积德 只是阿珠的婚事 虽然说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但他个性倔强 我早就想为他招叙 可找了很多次 他总是不同意呀 我就这一个女儿 我不会逼迫他的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可真的是要孤独终老 后继无人了呀 李世如见刘元外同意后 盲说道 婚姻之事 讲究缘分 如果我和阿珠姑娘无缘 想必和县令也不会为难我的 此事还是从长计议 二人出来之后 忽然门外来了位黑衣女子 白沙蒙面走了进来 刘元外仔细一看 是自己的女儿阿珠 忙问他为何来此 阿珠喊蕾说 爹爹 我是未出格的女子 本不应该来此 可是昨晚我梦见 有人和我说 李世如是我的一中人 而且因我而死 所以我特意来祭拜他 刘元外指了指李世如说 这就是李世如 他未死 阿珠抬头看了一眼 李世如大吃一惊 然后害羞地低下了头 眼前正是那日 自己在马车前救下的男子 虽然只有一面之远 但是却一见钟情 因为缘分的是谁能说得清 阿珠打听到是李世如之后 他早就仰慕李世如的才华和善良政治 盼望他来提亲 可是一直没有盼到 但他又不好主动提出 只好拒绝提亲的旁人 苦等李世如 阿珠说既然李世如未死 不便久留 刘元外和他同行 路上刘元外没说别的 就问 朱啊 你觉得李世如怎么样 如果他来提亲 你可愿意 阿珠害羞地点了点头说 爹爹 女儿的婚事 全凭爹爹你做主 此日 李世如让母亲杨氏请了媒婆 准备了礼物 去刘府提亲 则良辰即日 李世如和阿珠拜堂成亲 入赘刘府 不更名唤姓 后来 李世如金榜提名 电视一甲三名 人称李叹花 为官一方 轻正怜悯 刚正不阿 造福百姓 孝敬父母 孝敬岳父母 他未曾那切 有人说他和阿珠夫妻恩爱 相敬如宾 也有人调侃说 阿珠功夫的德 得罪不起 阿珠为李世如生了三个儿子 两个女儿四子姓刘 学习经商 接管刘家产业 长子和幼子都读书 许得功名 两个女儿也是觅得有情郎 田团经商 沌 井 髙都移走 田团 琳 操着 探łem 感谢观看